大家好 歡迎收看華視晚間新聞 我是連招慈 新聞開始帶來看到閃電 颱風步步進逼 而且持續的增強又變胖 那微信訊圖我們可以看到呢 閃電颱風目前就位在這個位置 而氣象局預計在今天晚上八點半 就會針對臺灣東部和恆春半島 發布陸上颱風警報 閃電將成為氣象局 今年第一個針對本島 發出陸井的颱風 而現在雷島和墾丁都已經出現了長浪 但是閃電是否能夠帶來 雨室緩解水情 恐怕很有限 暗巡人員用大聲供提醒 遊客快快離開 因為大浪一波波打上來 花蓮已經出現長浪 而墾丁業者頂著海風收拾陽傘 水上游吸器材 因為閃電颱風就要來 持續針對閃電颱風 發布海上颱風警報 中央氣象局將在晚間 發布海上陸上颱風警報 閃電颱風又漲胖 移動速度更加快 五號在鵝鑾比東南東方 四百多公里外海面往臺灣前進 深夜東部屏東慢慢開始下雨 六號最靠近臺灣 風雨最大 臺東恆春可能出現好雨或大雨 北部南部則是短暫正雨 七號逐漸遠離減弱 但東北風增強 北部又開始下雨 氣象局提醒閃電主要影響南部和東部 不過也不排除路徑在北偏 可能會影響中北部 各地民眾都不能掉以輕心 華日新聞 宥宸 羅大偉 張義軍 陳軍藝 周孟漢 總共報導